欢迎收看民意论坛 大家好我是孟真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是 高薪工作停看听 避免受骗 我相信我们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好朋友 最近看到新闻 不管是电视或报纸 都是柬埔寨啦泰国啦 怎么会我们的孩子 到国外去被骗 到底是去诈骗别人 还是到国外去被骗 那反观国内 也是非常多的诈骗 那甚至我们都可以说 现在的孩子的世代 几乎是车手世代 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孩子 被高薪引诱 每天可以赚多少钱啊 每个月可以赚几十万啊 那又非常的轻松简单 然后呢 被抓到了也没关系 不会被关 因为你是青少年 你未满十八岁 如此这样的案件层出不穷 所以我们今天 特别邀请到几位来宾 来跟大家一起讨论 首先邀请我们 埔里地区的 黄世芳黄议员 主持人 还有我们各位来宾 还有我们电视机前的 各位乡亲 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我们邮浩邮议员 来自竹山哦 主持人好 嗨 各宾好 电视机前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是我们在我们的心理智商博士 他是南投地方法院少年保护官主任的 刘如荣 刘主任 主持人 议员 主任检察官 还有各位南投乡亲大家好 那再来就是我们南投地检署的主任检察官 张贵芳张主任 主持人好 然后议员还有那个主任 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我们先进一段影片再来讨论 近期发生多起诈骗案件 其中许多民众受到海外诈骗 以高薪工作 无需相关经验 保持包住等优渥的真人条件 吸引民众上钩 结果却被当住宅转卖 被非人道对待等等 让你出得了国 却无法返回家门 发生一件件害人的新闻事件 在暑假期间其实是大家青年伙伴 其实都需要在找工作的期间 那其实常常发生了一些 还有就是所谓的被诈骗 不管是职场工作的诈骗 甚至到一个海外 尤其是在柬埔寨的一个情况 那其实大家都非常的担心 那其实在今天的话也有提到 其实在有机关在机场 或者是在许多的一些出入多的一个场合 包括车站 邮局去进行宣导 但是预防剩余治疗 那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早点了解 在一些诈骗的一个可能 那大家年轻朋友可以及早的 在工作求职上都能够实时注意 保护自己 先员黄世芳则表示 近期诈骗事件频传 国人到海外工作 可以拓展国际视野与国际人脉 增进语言能力本是一件好事 但并非所有海外工作皆是如此 除了提醒民众要多加查证之外 也强烈地呼吁青少年 切勿从事诈骗相关工作 针对最近诈骗事件频传 那呼吁我们所有的乡亲 还有青少年 一定要再确信 不要造成自己先恐慌 自乱阵脚 要多于多方面的求证之后 再去做决定 那另外就是青少年的部分 希望你们能多询问一些 比较有经验的长辈们 让他们来告知你们 需要怎么样去做才是对的 那我想青少年的部分 一定要一步一脚印 那呼吁你们 就是不要轻易地去从事一些 诈骗的一些工作 议员们强烈地呼吁民众 高薪工作 海外代购 亲友团 保持包住 保机票等 都是海外打工诈骗 常用的关键制 诈骗集团为了提高吸引力 常以免费作为诱因 同时出现不符合常理的高薪 引诱着受害者不入陷阱 一定要多加注意 避免寒事发生 记者邱平俊 综合采访报道 欢迎回到现场 我们想请问一下黄议员 有这么好谈的 跟你说一公月要谈八十万 哪有这么好谈的 我们的孩子怎么这么好评 人家叫就去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 像马会的交女朋友 像议员你这么帅 会不会遇到那种国外的 然后就还给你机票 比如说要给你机票 然后就叫你到单程机票 就直接飞到泰国 飞到柬埔寨 这样的一个手法 我们的青少年真的都会相信 你怎么看待这件事 曾经我遇到年轻的 他就可能就是 接到就是 冒用他是检察官 他结果就是真的是 像这种过程当中 也交谈了好几次 结果最后是因为分局 有去调到那个录影机 然后看到是那个民众 真的就是把钱拿给他之后 然后又给他鞠躬 然后又送他走 所以说青少年真的是 有时候看到 他没有看到真实的一面 他只有看到说 他的同侪之间 都是开好车 穿好衣 挂好的手标 他没有是想说 那个是真的是 去骗人家的钱来的 所以大家就只看到说 生活物质的享受 所以就大家一个 补一个 一个抗一个 就这样去从事 这个诈骗的工作 所以说 这有可能就是 未来 我们从小的基本的 社会价值观 我觉得这都要再教育就好 谢谢 谢谢黄议员 议员刚刚给我们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高兴的 老大人 不要轻易受骗 他卡来说 他是检察官 检察官绝对没卡到给你了 检察官绝对没卡到给你 对吧 对 甚至说 刚刚议员说的 现在我们的孩子 只不想说好好地认真打拼 就想不老而活 因为你不老而活 你就容易被骗 再来就是我们都没有同理心 真的 我们去人家坐厕所 那阿公阿嬷 或是说在厕所 阿嬷 他都只欠了那些钱而已 你还让你骗不骗去 对 你去拿钱 你去ATM领钱 都没难过 都没想过 我们待在那些阿嬷 不知道靠到怎么样 不知道会想不开 不知道会想不开 那钱你贗到那么容易 其实在障害 整个社会 障害到很多人 很严重 所以说 医院在社会的观察 他就觉得 真的我们的价值观 就是说 我们做多少 贪多少 这才是实在 一步一步走 这才是实在 我们还想要请教 邮浩议员 你看到我们机场 还要举牌 是不是被诈骗 不要被诈骗 还要在机场拦阻 这些孩子 甚至一个一个问 你要去哪里做什么 怎么会走到这种地步 这是我们很难想象的 议员怎么看待这种工作诈骗 尤其又到海外的 如果说 以目前来讲的这个诈骗的 目前来讲 这个议题来讲 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 那其实都是算很严重 那同样的是 不管是在机场 害怕大家去东南亚 或是柬埔寨 还去那边从事诈骗 或是其他的工作 但是最主要是怕 我们的国人 尤其是青少年或年轻人 去那边的话 在那边遭受 不正当的一个对待 那在国内的话 同样不管在机场 包括我看邮局啊 其实 或是一些人数 出入比较多的一个公众场合 其实目前警察局 也都有在做一些宣导 那都怕这个工作诈骗 尤其是在 就是我们青少年 或是 学生放暑假的期间 还就是去打工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工作陷阱 那当然说 这样子的呼吁跟宣导的话 是必须的 那可是 同样的在 这一段期间之前的一个 教育上 跟一个宣导上 也是必要 因为在我们看到这一次 的这个宣导 之所以会 那么的积极 那有关机关 他们会很重视这个 是因为柬埔寨的这个事件 那同样的 在平常的时候 那我们也会有接到一些的 幅案件 那也都是 比较常识到说自己的账户 还变成是 人家洗钱的这个人头户嘛 那这个部分 其实很多年轻人 像我们七月大概就有三件 大概都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当然说我们 辅导他去做笔录 辅导他去做 这个包括法律咨询 那是我们明一代 我们能够协助做的事嘛 可是事前的宣导 就如刚才MU上所提的 那 其实在 我们在这个职场陷阱 我们要留意的就是说 有时候如果青少年在 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先要求要缴 身份证啊 或是存折 那这个就一定有问题嘛 那所以很多缴的存折 缴的帐号 就变成洗钱账户 所以我们其实都 都要去多注意 那再来的话 如果说在一个工作 他就要先缴保证金啊 训练费啊 制服费 那通常也是不合理的 那因为一般来讲 在工作的话 那些都会有公司或工厂 他们是直接提供 那一开始就要收取这些费用 不合理的费用 那有时候 也可能是一种金钱的诈骗 那同样的在网路上面 或者是在 伴家口口口相传的一些工作机会 那其实 有可能是应整个A工作 实际上却变成了B工作 那其实大家也都要多小心 那所以说 在工作之前 我们其实也都会 让我们的民众 你知道我们曾经 我们也会 同样的去跟他们去做一个宣导 包括任何的一个职缺的话 我们也是要多查多问 因为一个职缺 一个公司 他们正常都是公开的 那也鼓励年轻人 如果要去做类似的工作 一定是要找公开的讯息 这种大家都了解的 那去应证那种比较好 那再来的话 就是没有工作是很轻松的 那高薪伴随的就是 比较高的付出嘛 不管是知识 或是劳动力的时数嘛 所以说高薪又轻松的 通常就有可能是 骗子在里头 那另外的话 如果说大家在找工作 尤其是年轻的朋友 那最好是去求职的过程 跟求职的内容 能不能够让家里知道 包括这个行踪上 都让家里知道 那是最安全的 那最后的话就是 在任何的职场面试应证中 我们也都会建议我们的 相亲 就是在当下也不用说 特别去签任何的一个契约 因为这个也是在保护自己 那所以说 在这样子过程中 其实虽然政府 在这个过程有在积极宣导 还防止这个工作诈骗的这个现象 但是我们也在 民意代表的角色 我们也是尽量 同志一方面协助 还一方面也去做这个宣导工作 议员刚刚其实也告诉我们 非常重要的讯息就是 求职的时候 然后要缴身份证 然后要一个账号 甚至那个账号还要求你把 什么提完卡给对方 或者是你把印章给对方的 那根本就是有问题 那还有就是要缴保证金的 要缴一些费用的 为什么要缴那么高额的费用 也很奇怪 那甚至要叫你拉其他的人来 你这个费用才能退给你 那更奇怪了 那他还有提到一个契约 这个契约要签之前也要很小心 那也提到说最好求职 你上网多查 甚至也告诉家人 好 那我们想请教一下 我们在南投 那个地方法院这边 他们接触就是青少年 那不晓得我们主任这边 对于青少年的车手啦 诈骗的案件现在情况如何 刚好今天联合报呢 也特别提到 就是说今年跟8年前的现况 他就说诈气车手成长了2.6倍 那以我们南投地方法院的发现 在103年就是2014年的时候呢 我们的案件数是期间 然后我们今年同时期的 就是以同时期1到8月 因为9月还没过完 那这1到8月里面 期间对照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有48件 所以基本上来讲 我们不只是像报纸上所说 全国成长2.6倍 我们是成长了这个5.86倍 我们比其他各县市还高 所以我们 对 所以南投的孩子怎么了 是不是有其他环境的因素 或者是个人的因素 因为杀七的结构里面 我们就会看这两大面相 那刚刚有那个游医员里面 讲到了很多 就是那个 他的面相很广 就是包括了个人 跟那个环境 他的诈骗手法 那我们的黄议员 也特别提到那种 诈骗的方式 他要的那个标的物是什么 所以这个 从传统的诈骗 跟新兴的诈骗 也可以从刚刚简单的谈话里面看到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今天的报纸 我们就是对照了 他说这个杀七的比率是在24% 那南投地院呢 他是成长了50倍 也就是说他占的比率 其实是只有17% 倒没有像全国占的比率那么高 但是为什么从事的人口数却这么的高 就是从一个小而美的城乡来讲 为什么这些孩子这么容易上片 也许刚开始还没有想到我们这些 小而美的城乡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这些孩子们也不知道是不是透过网络 所以就会遗传史 那基本上来讲 我们就是呼应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那再来就是 就是我们主持人秘书长特别提到 就是在那个航警局里面 那个警察都有在拿着那个宣导板这样子 那到底能够有发挥多少效用 其实有很多学者也有这相关的报道 那容后我再后面再提出来报告 主任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那你说48位孩子 南投的孩子 他们的诈骗大概都是什么样的情况 应该不是到国外吧 他们就像一般的担任车手 就是信以为真嘛 那给他的一个手机 然后就等待联络 然后他们就是去取款 可能我们的竹简子更加清楚 其实成年人利用少年犯罪 虽然说少年他可以佐减 甚至都是用保护处分 我们也不是用 尤其是对那个第一次摄入诈欺的小孩 我们也不会就是把他放入一个大软缸里面 就是让他会这个道高一丑 魔高一张 就是会混在这个软缸 所以对于那种初次犯跟累犯 我们可能在考验我们的处遇 处遇的类型跟这个面向要该如何去帮助 尤其是他们的认知观念的偏差 其实大家都有看到这个观念的扭曲 可能辨识不轻 甚至未深 但有可能好人也会从事诈骗 那为什么他们会堕入这样的一个人生选项 其实他是不是有一些的认知 他背弃了道德而做了这样的调整 其实这个从心理层面 我相信主持人对这方面应该也很有兴趣 就是说人格特质怎么会变成 以前看不出来现在变成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我们节目的观众 你一定要相信有事有事就会有事 而不是青少年犯罪就没事 那怎么案件会到少年法院呢 怎么会有保护官呢 怎么会有调查官呢 怎么需要开庭呢 怎么会有案件系数在法院呢 就是有事 不管你担任车手 担任哪一个环节 你即使是一个通风报信 或者你只是看管 不管你做里面哪一个环节 整个犯罪当中 你就是会有事 你要知道你有事 你才不敢 不敢去还 好 那我们想要请问主任简 就是说 到底 我觉得网路也好 电视也好 我们有点混淆了 一下子说 我们的孩子出国是去做诈骗 车手是坏人 一下子说去到那边呢 然后又被限制人身自由 被卖器官 被打 被不给饭吃 到底是加害人还是被害人 主任警察官你怎么看 假设说今天这个少年 其实他可能因为同财的压力 或不管因为什么样的引诱 他加入这个诈骗集团 那如果说他其实 他已经可能怀疑到说 这个诈骗集团 这个集团根本就在 从事一个不法 他已经有所怀疑了 那他可能觉得说 这个钱多事少 然后工作又轻松 每个月就可以买名牌包 然后开跑车 然后穿名牌鞋 当然他同意加入了 那我们就没办法把他认定 他可能是诈骗的一个被害人 他当然就是属于加害者 因为他可能就是帮 诈骗集团来从事一个 这个车手提领的工作 那当然 诈骗集团的手脑 一定会躲在幕后 为什么 因为车手是第一时间 最容易被抓到的 因为车手提领的地点 不管是超商 小北百货 所有的银行的金融机构 全部都有ATM 所以你只要一提领 就是第一时间被抓到 那手脑怎么可能 自己去提领金钱 所以当然不可能 你就会利用这个少年来犯罪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少年 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说 他可能就在 从事一个不法的行为 他还是愿意去做 那他当然 就会被我们列为 是一个诈骑的一个共犯 那如果说假设说 今天青少年 真的是因为一时不差 因为像刚才我们这个 那个游医院有提到说 很多账户吧 他就莫名的 变成一个洗钱的账户 没有错 因为现在诈骗集团 为什么他需要 去征求这些人头账户 因为诈骗集团 他一样躲在后面 他用人头账户 他才可以逃避警方的账户 是 尤其是现在诈骗集团 他们是越来越厉害 不会只用一本账户 而且还会一层 二层三层 被害人先会来第一层 之后再把第一层的钱 转到第二层 第二层再转到第三层 第三层的可能 再去买虚拟货币 所以就造成一个 检紧掉追查的困难 对 所以才会有为什么 刚会有议员讲到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账户 会沦为一个人头账户 那当然现在 诈骗集团 他要取得这些人头账户 他的方式 非常非常的多 比如说你要应征工作 像刚刚我们议员讲 应征工作你就要给我账户 这当然很多人就 一时不差就会被骗 那有可能会跟我你说 你缺钱那你滴滴贷款 因为通常 怎么样的人 会去透过网路借钱 就是可能信用没那么好 也没有好的工作 那当然银行不可能借他钱 所以他可能就去脸书 搜寻滴滴贷款 那有时候这个乍便集团 就跟你讲说 那你只要提供账户给我 我帮你把账户的 这个明细美化 我帮你把这个账 做得很漂亮之后 我就可以给你一个贷款的款项 那当然这些 青少年可能就会被骗 所以可能就会因为 这样子的原因 把账户提供给别人 那如果说青少年真的是因为 比如说假求职 或是因为第一贷款 他自己受骗了 所以就把账户提供给 诈骗集团被害 诈骗集团的成员 那成员可能就跟你说 那个我跟你讲 有一笔款项 汇到你的账户 我跟你讲汇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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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跟你讲 那你不能拿 那不是你的钱 你现在去把它领出来 你要贏我 不你这个有还追 他很害怕 就把他领了 领了就跟他约在一个什么 超商 或是约在那个什么 大润发或是哪里 家乐福的什么地方去交 去交钱给他 对那到我们来看出去 诶你这个就是 提供账户啊 你还去领钱 那你不就车手 可是我们去看一下 他前阶段 为什么他会把账户提供给别人 他可能就因为被骗 所以如果是因为 这样子的一个案件类型的话 他有可能就会是 被害者的角色 对所以刚刚主持人所提问的 到底车手或是诈骗集团的成员 到底是被害人或被害人 我想这个是没有办法一概而论的 是 我们谢谢张主任 非常详细 那我们也可以理解到说 万一我们真的是被害人 也不用怕 其实司法也会帮我们做调查 了解我们其实遇到的困境 休息一下回到现场